这一本书是我送给我妹妹的29岁生日礼物 是因为上一次我帮她会这么认真地认一辑 想去纪念做生日礼物 同样是生日礼物是她18岁那一年 那时候她还很小 应该是青春期情斗初开 就跟姐姐说我很想认一辑少女 少女写真 我当年也是刚刚学摄影 所以两个初歌 戀爱初歌和摄影初歌 当年也拍了一辑 现在看起来都有一些害羞的黑历史的少女写真 事业隔了11年 我自己觉得18岁和29岁对于女生来说 都是一个挺重大的阶段 所以29岁我希望可以再次帮她记录下她现在的状态 我送她32岁送给她 有什么特别的造型在里面 里面有15个造型 基本上由居家或者有些夸张 有些性感 各种各样多元化的造型都在里面出现了 那满满满意姐姐的造型 满意 满意啊 很短的 对 很短的 很小的 真的反应很大 你刚才说有些性感的造型 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 其实性感的造型就是她平时在家里的那种状态 哇 原来我平时在家里那么弱 你平时不穿衣服 对啊 因为她平时我们两姐妹在家里的时候 都是穿得好像没有穿的 有很多时候都不会太再 我这个窗帘拉了 那两个人在里面没所谓 但是有很多 我觉得是很 纯粹的一个 没有什么添加的一个女孩的外形 其实是很多很 很有美感的地方 如果其他人要拍我妹妹这一面 我应该是会阻止的 就是会看虧了 但是如果透过我的镜头的话 我会帮她留意有没有穿崩 怎样的尺度是适可而止 怎样可以表达到最自然的她 又不会有色情的成分 我觉得家姐应该会是最适合 所以拍完这一支照片 是绝不的了 你是不准备其他人的 是